多年来在台湾也另外有引进 给那种偏差行为的青少年 所谓冒险疗法 这些好勇斗狠飙车打人 这些孩子犯了法的这些青少年 当他在府医院里面 就有引进这种国外已经做了蛮多年的 就是要用大自然的冒险疗法 让这些青少年去攀岩溯西 这种高难度的挑战 后来发现说 这些平常好勇斗狠的孩子 在大自然这些冒险经验之后 他就能够安静下来了 其实讲起来很简单 一个人会飙车打人 其实都是心很浮躁 觉得人世间没什么意思 很浮躁 可是当你在大自然里面 尤其你做的是高难度的冒险的时候 人必须非常专注 很专注 当你很专注的时候 然后你可以感受到自然生命 你就会安静下来 当一个人安静下来 你当然就不会去飙车打人了 所以的确是有效果的 现在很多单位在办儿童教育 或是青少年的那种教育 也都把那种冒险疗法 把引进来 其实真的 这已经在很多学体上 有得到很多的证明 这些跟大自然接触 有很多不同层级 不同层次的 对我们人类精神的疗愈的部分 我想这是 我们的人类跟自然疏离 很久之后我们特别反过来 必须要去接触的 其实真的 我们重新必须回到大自然里面去 去体会到感受到大自然 可以给我们最美好的东西 而不是只有从表象来看 很多人会讲说 我也常常去步道走 我也常常爬山 可是我常常爬山 就是好吧 我身体强壮一点 常常流点汗 就这样子而已 我也从来没有 感触到什么自然生命 的确 我们经常 有说到大自然里面去走 阳光灑在 照在我们身上 就照在身上 对不对 然后看到花就是花 看到叶子就是叶子 可是 可能就是有某一个时刻 就进入到我们所谓的高潮经验 我们刚讲的高潮经验 像我们接近自然的人 非常非常 非常喜欢他 也非常尊敬他的一个 我们号称为 美国国家公园之父 John Muir 约翰 Muir先生 他在 一百多年前 他就开始提倡 要成立国家公园 这样的一个模式 把这些自然野地 完整地保留下来 让后代子时分 可以永远地去享用 然后他在 他在努力之下 也成立了全世界 第一个国家公园 所以全世界 当然第一个国家公园 就是要推动出来的 这个概念 也是要推动出来的 然后他就讲过 这么一句话 让阳光洒在心上 而非身上 让溪流穿躯而过 而非虫旁流过 这句话写得非常非常美 他说 阳光一照下来 不是照着我们身体 而是照进了我们心里面 当我们在溯溪 在溪里面行走的时候 那溪水不是从我们 旁边流过 而是从穿过我们身体流过 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这些 我们所向往的最高的境界 当有一个时刻 我们感觉到 我们跟自然万物是融在一起的 我们意识很清楚 可是我们的躯壳不见了 感觉到我们躯壳跟周遭世界 是相关联的 这样的巅峰经验 我常常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朋友 偶尔会有这样的经验 这样的经验其实非常棒的是说 他进入到这样的情境的时候 完全没有时间 在那个情境里面是没有时间感的 他可能觉得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可是在别人眼中看起来 可能只有三分钟五分钟 有人觉得说 进入这个情境也没时间 他自己感觉很短很短 可是别人看起来已经五个小时 他坐在那边没动 换句话说 进入那个情境是完全 那个时空下没有时间感的 时间感不是我们正常时间 可以去衡量的 当然这样子的情境 其实在很多 书里面有不断地提到 当然我们有时候看自然 就是花是花 鸟是鸟 虫是虫 有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生命在里面 感觉到我们可以跟他们做沟通 如何去进入到一个这样顿路的经验 我们讲深刻的体验的经验 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各种禅宗的书